小伙伴们,你们看过斗罗最新的207集预告片了吗? 唐三的曾祖唐晨出身了,此时的唐晨被蝙蝠王附体,在预告中海参三叉几对战修罗神剑,此时的唐晨不认识自己的曾孙,唐三利用海神光让唐晨苏醒恢复神智。 唐三在西鲁城大战武魂殿降魔斗罗,将其打成重伤以后,听从木白的意见先去完成海参考核,并复活小五。 唐三小五先去星斗大森林看望父母,然而在途中却遇见了五魂殿的狐猎娜,再一个就是杀戮之都的唐晨,然而此时的唐晨是来找唐三复仇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因为唐三曾经在杀戮之都考核时,将以猪仙草血色天鹅吻抛入黄泉路中,这猪仙草的作用是将杀戮之都中暗藏的毒素提升几百上千倍,同而杀戮之都几百年的今夜被毁于一旦,杀戮之王自然不会放过唐三,血色天鹅吻对他的身体也造成极大的伤害,他想找到唐三把解药给他,视觉,杀戮,恐怖,各种负面气息不断从那血色纹路蔓延出来。 自从拥有了杀神领域之后,这还是唐三第一次感受到比他还要厉害的杀气,遇见唐三直接上来要解药,但他不知道的是这猪仙草没有解药,杀戮之王与当年相比,有了很大的变化,看那苍白的皮肤上出现了很多诡秘的血纹,额头处还有着一个宛如剑形的魔纹,背后,一对巨大的血红色翅膀张开极为恐怖,这是九头蝙蝠王附体的原因,两人展开战斗,面对九十九级爵士斗罗的攻击,唐三被打得节节败退,被唐晨用修罗 剑打得吐血,好在三哥有海神三插紧,这把武器就是一切鬼魅的克星,拥有一切破血之光,附身在唐晨身体的九头蝙蝠王,被唐三利用海神之光彻底消灭,这让唐晨彻底缩醒过来,他的地霸考核也莫名其妙地通过,而且还获得天神之躯,这时杀戮之王却是和以前不一样了,虽然全身依旧是着血泽光彩,但他的双眼却变格万名深邃的,光凝望着唐三,眼神凝固了,看着唐三左手上的浩天锤,问他是谁的儿子,唐三 一边说着,他手中黑光涌动,一柄无比巨大,通体被暗金色魔纹布满的锤出现在唐晨手中,祖孙两人终于相认,唐三诉说这两年浩天宗的事情,想让唐晨回去为浩天宗做主,但唐晨的身体被九头蝙蝠王侵蚀得很深,命不久已,他的寿命也只有短短三天时间,他想去做有意义的事情,那就是去海神岛看望曾经的爱人菠菜兴,唐晨摸出一柄金色的小锤两端镶嵌着一枚黑色宝石,这是浩天宗的首席长老之物,长老 唐随心调选,有权废除宗主,决定宗门大事,卓卓就离开了唐三非王海神岛,菠菜兴总有一天也会为了唐三而献祭,他现在终于能见到日思月想的唐晨,唐三不知道的是哪是他第一次见到宗祖,也是最后一次,唐三后悔不已,其实唐晨与菠菜兴能在有生之年见一面,也是死而无憾,这真是一对悲情的爱人,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,我们下期再见